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张丽莎也是瘦瘦美美 脸超级小 两个人一直互动 看起来超级甜蜜 像二十多岁的热恋的小情侣 此次他们是全家出游 新新的网友发现 孩子就是地上的一串 用一串来形容 其实一点都不夸张 因为蒋丽莎与陈浩民 已经生了四个孩子了 三女一男 大女儿陈雅如今年九岁 最小的女儿陈希文今年才四岁 不过生了这么多孩子 现在的蒋丽莎依旧身材苗条 状态很好 看不出来已经是四个孩子的母亲 从蒋丽莎视角平台的动态来看 一家六口日子过得也是相当不错 扶情爱爱 儿女双全 还经常晒亲密合照 谁能想到 如今这对生活幸福美满的夫妻 曾经可是不被大众看好的 说起蒋丽莎 大家可能不太熟悉 她婚前还是挺体面的 1985年 蒋丽莎生于长沙篮球运动员世家 表姐是国内体坛健将 随飞飞 蒋丽莎初一开始打球整整六年 高中就拿到国家一级运动员称号 2003年 18岁的蒋丽莎 报名新思路模特大赛转战模特界 因为零基础 她找老师疯狂补课几个月 每天在没有空调的房子一练就是七八个小时 好几次她差点中暈倒 咬着牙忍了下来夺得寄军 你看这几年新思路凉透了 当时可是红的发子 居影 于娜 张子玲这些名模 都是那里走出来的 在美貌与智慧并存的对手中突出重围 不得不说 蒋丽莎这个女人有点东西 凭借记军称号 蒋丽莎保送到北京服装学院 台上苦练走工 台下苦学设计 满世界走秀 拍平面 接广告 做代言 什么动感地带 挺美内衣 都有她的身影 拿了不少国际模特大奖 风光一时无两 她当时的理想很远大 创造服装品牌 让全世界的优秀模特 都穿上她设计的衣服 很快 她就去了意大利 学设计 实习 继续设计梦想 也是在这个时候 她认识了年长16岁的陈昊明 面对陈昊明的示好 贾丽莎刚开始有些防备 但架不住 她天天跨8小时时差 雷打不动地徐寒问暖 很快 贾丽莎陷入了爱情的温柔乡 对她的印象 也从不靠谱变成了靠谱 光靠聊天就拿下女神 最后陈昊明放出致命大招 那么累干嘛 我养你 果然一击命中 姜丽莎彻底放弃工作 收拾收拾回国当陈太老 什么梦想啊目标啊 统统跑到天边去了 江湖上一直流传着一句话 嫁给陈昊明 告别卫生金 意思是 姜丽莎一个接一个的生 连来大姨妈的机会都没有 姜丽莎本人也盖章了这个传言 我经常还喂着奶肚子里 就又有了一个 坐月子也是不可能的 这辈子都不可能坐月子的 更恐怖的是 四个孩子全是破腹产 还都是同一个伤口 还是很让人心疼的 陈昊明竟然还大言不惭地说 我老婆是运动员 身体素质好 没事 一边是蒋丽莎搭上性命 重生娃KPI 一边是 陈昊明骚拾不断 小动作不停 2011年 有媒体爆料 陈昊明在吃饭时 抢吻19岁的香港女艺人 陈嘉环 此事也被媒体称为 狼吻门 起初陈昊明不承认 还表示 自己因为太好客被误会 以后要戴眼睛看清别人 紧接着媒体爆出了数张照片 照片中 陈昊明一只手捂住陈嘉环的嘴巴 防止他呼救 另一只手正在进行一些猥琐行为 与此同时 其他女艺人也纷纷出来控诉 经常受到陈昊明骚扰 这下 无法应声的陈昊明马上出来道歉 但是为时已晚 陈嘉恒已经向警局报案 将陈昊明告上了法院 而怀有身孕的江丽莎 不仅没有埋怨丈夫 反而挺着大肚子 陈昊明出席发布会 江丽莎认为 只要自己出庭 就能将一部分目光 从陈昊明身上 转移到自己身上来 在发布会上 江丽莎声力俱下地道歉 请求大家原谅她的老公 也许 是因为两人都是 被渣男伤害到的女孩子 不忍心为难 江丽莎这个孕妇 陈嘉恒最终选择了撤诉 陈昊明在她怀孕期间 做出这种事 江丽莎却没有选择跟她离婚 反而在之后五年内 连着为陈昊明生了四个孩子 每一胎都是破妇产 破妇产对于子宫的伤 还是非常大的 而且江丽莎还是短时间内 连着破了四次 是有生命危险的 这件事很快就遭到了大众的抵制 网友认为 一个男人如果真的爱你 怎么可能忍心让你连着生四个孩子 还都是破妇产 她根本不在乎你的身体伤害有多大 于是陈昊明渣男的名声越叫越响 对于江丽莎 大家则是哀气不幸 怒气不争 认为她已经完全丧失自我 融为了一个生育机器 试图用孩子拴住丈夫 然而不管外界怎么说 江丽莎都不在意 始终建守家庭 过好自己的日子 江丽莎曾在节目里说 自己与陈昊明是通过共同好友认识的 当时她在意大利 与陈昊明有七个小时的时差 但陈昊明每天晚上 都会在网上等她 给她留言 她觉得很浪漫 所以后来她选择放弃意大利的身份和工作 回国嫁给陈昊明 放弃自己设计师的梦想 相夫教子 从过去到现在 她在社交平台发动态 也一直是隔三差五的 就艾特陈昊明 她是真的很爱陈昊明 所以才能忍受自己怀孕的时候 她做出那样的事 才能为了她不顾自己的身体 五年生四个孩子 对于外界的质疑 蒋丽莎说 我很相信我的医生 我那个医生真的是圣手 如果跟你们讲 我剖腹产一点都不痛 你们可能都不信 她还说 其实我四胎都没有做过月子 大家都为她没有做月子心疼 但其实她自己并没有觉得委屈 反而乐在其中 甚至曾经说 如果百分之百肯定是男孩 会考虑再生第五胎 好在蒋丽莎如此付出 晃回了陈昊明的浪子回头 也不算辜负自己的事情 拿我们之后 陈昊明嫌少传出绯闻 提起当年的事 陈昊明表示 幸好有她陪在我身边 不然的话 那段时间我真的崩溃 对妻子满是感激 蒋丽莎也说 正是因为有那些事 把一个原本不成熟 原本很贪玩 很自我的陈昊明转变 现在她特别的顾家 我觉得特别好 想来陈昊明也是从那件事中 看到了妻子的好吧 在小女儿陈希文 一百天的时候 陈昊明晒出了一组照片 详细记录了 自己赔奖励杀代产的点点滴滴 她说 我老婆是万能女超人 非常能干 不仅把家里打理得有条不紊 工作上也是创造力无限 言语之间 对妻子满是夸赞 不过因为放出了妻子 比较私密的照片 陈昊明还是被网友嘲讽了 为了给妻子和子女 提供更好的生活 陈昊明还花重金 举家搬进豪宅 豪宅面积两百多平 有自带的游泳池 月租就要十四万 房主还是李嘉欣丈夫 许静亨 陈昊明在访问时表示 最主要的是孩子喜欢这里 我妻子又整天带四个小朋友 去游泳好辛苦 现在加油哥游泳池 大家都好开心 而且地点里几个孩子上学也近 便租下了这家豪宅 贾丽莎平时带的钻戒 也被网友发现 大小跟吴佩茨那个 十点四克拉的差不多 一家人也经常到世界各地旅游 这么看起来 贾丽莎的生活还是不错的 贾丽莎结婚之后 大部分时间都在忙着生孩子 照顾孩子 一直没有怎么工作 只是偶尔做做服装设计 近几年 贾丽莎加入了直播带货的行业 虽然是第一次接触这个行业 但她表现得很好 产品特色都记得很清楚 试吃试用也是自己来 直播时没有出现卡词 忘词的现象 看来是直播之前做足的准备 明星直播带货也是常见的事情 只不过 贾丽莎有些太拼了 据统计 贾丽莎有的时候一个月都在直播 甚至在医院也在直播 网友问她是不是想钱想疯了 贾丽莎表示 确实缺钱不过 也是因为在医院无聊 近期又有传言说 陈浩铭一家已经搬出了那栋 月租14万的豪宅 于是 网友们纷纷猜测 是不是因为陈浩铭近几年事业下滑 演的又都是烂片 一行期间更是无法开工 所以需要这个小他16岁的妻子 出来赚钱养家 但是 从贾丽莎最近的社交动态来看 喝的红酒 也是74年的拉菲 平日里吃的穿的也都还不错 将来生活也没有太结局吧 贾丽莎的生活过得好不好 我无法揣测 不过陈浩铭有个 很爱她的老婆 倒是真的 存心 老婆 宝贡 老婆